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日经225指数将调整三菱商市日利丰田通商和人员制作所的股价调整因子 这些变动将于6月27日生效 但指数除数不会改变 接着亚洲股市在周一普遍下跌 主要受到中国5月份工厂产出放缓的影响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6% 东京日经225指数下跌1.9% 最后家居交换成为旅行的新趋势 许多旅客选择这种方式来避免高昂的酒店价格和短租的烦恼 家居交换平台 Home Exchange和Kindred的使用量显著增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kkei Asia报道 东京的Nikkei宣布将调整对三井物产 及其他三家公司的股价调整系数 以计算日经平均股价 Nikkei 225 这三家公司分别是日立 丰田通商和人员 调整将于6月27日生效 由于这些公司股票的价格水平保持不变 因此此次事件不会改变日经225的除数 更多详细信息可以访问Nikkei指数网站 路透社Breaking Views分析了全球减排目标 与政府实现这一目标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投资者可以尝试利用这一差距 然而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的限制 可能会迅速发生意外变化 以汇率套利为例 投资者可以通过卖空货币来对冲政府维持汇率的成本 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套利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全球去碳化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碳排放 但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物理和地缘政治限制显而易见 国际能源署估计2023年清洁能源总投资为1.7万亿美元 但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到2050年 每年需要约9.2万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一些分析师认为需求更高 加拿大科学家Falceloff Smell估计将全球化石燃料消费 减少60%的成本在15万亿到17万亿美元之间 地缘政治方面 西方国家在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同时 继续去碳化 存在明显矛盾 特别是中国控制了90%的稀土元素精炼能力 尽管如此 金融市场可能已经消化了政府未能实现目标的预期 投资者在利用当前的净零套利时应注意 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使2050年的净零目标变得可行 日本时报报道 花旗银行在日本成立了一个团队 专注于中型企业的增长 作为全球扩展客户基础的一部分 花旗银行在东京设立了一个团队 提供从全球现金管理到融资等定制产品 品牌为花旗商业银行 由内藤玉领导的团队 主要目标是有跨境业务需求的公司 两年前 花旗银行开始全球招聘数百名员工 以增强其商业品牌认为中型企业 需要国际银行提供的工具与大型企业客户类似 近年来 该银行在法国、德国、加拿大及其他亚洲地区 启动了这项服务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5月零售销售增长超出预期 但工业生产略显疲软 显示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复杂局面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 由于4月的2.3%增长 主要受劳动节假期 已就换新计划和618购物节的推动 然而 汽车、珠宝和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尤其是汽车销售连续三个月下滑 工业生产同比增长5.6% 低于上月的6.7% 数据显示 中国的消费支出与制造业产能之间的错配问题 依然存在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尽管中国央行推出了30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计划 以缓解房地产市场的长期低迷 但效果有限 房价继续下跌 中国政府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左右 但一些经济学家预测 由于房地产问题和消费疲软 增速可能会更慢 彭博社报道 房屋交换成为了Airbnb的时尚替代品 自2015年以来 艾米、弗罗里奇和他的妻子玛拉 一直是Airbnb的房东 但三年前 他们发现了Home Exchange 一个允许他们免费交换住宿的平台 他们最近在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 进行了一次交换 结识了热情好客的主人 房屋交换的兴起 受到高通账 远程工作的普及 和酒店价格飙升的推动 Kindred Home Exchange 和SitHome等平台的会员 和交换次数 显著增长 尽管存在生育问题 但交换房屋的成员 通常经过严格筛选 确保安全和质量 尽管寻找合适的交换地点 可能耗时 但这种旅行方式 让人们能够以极低的成本 享受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弗洛里奇一家 即将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利用之前在澳大利亚家庭家中的交换机会 享受免费住宿和当地服务 Nike Asia 报道 香港政府正改变投资策略 旨在将香港转型为科技中心 应对地缘政治压力 及金融和房地产等传统增长动力 面临的挑战 香港投资公司HKIC 上周宣布 首次公开投资于双总部位于深圳 和香港的人工智能公司 Smartmore 该公司专注于将AI应用于生产线 如机器视觉代替人工检查 Smartmore成立于2019年12月 客户包括特斯拉 富士康 比亚迪 华为 蔡司 空客 和佳能等知名企业 虽然HKIC未透露具体投资金额 但Smartmore目前估值约为100亿港元 约1.28亿美元 专家认为 这标志着香港政府投资策略的转变 从过去指投资几百万港元的小公司 到现在对估值更高的企业 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这一举措在政治背景下 旨在提升香港作为国际创新 和技术中心的地位 Bloomberg报道 欧洲央行 ACB理事会成员 Boris Varjesik表示 9月份的利率削减 需取决于通胀前景的改善 虽然7月份行动尚未完全排除 但更多数据和新的预测 将在两个月后公布 Varjesik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接受采访时表示 任何通胀向中期目标转化的延迟 都会降低当时进一步降低借贷成本的机会 ACB在6月初将利率下调了4分之1点 这是9个月来的首次降息 Varjesik指出 ACB的基线显示通胀正朝着目标迈进 但官员们需要特别关注服务业 因为服务业的通胀较难降低 此外 他表示 随着更多数据的出现 9月份的会议仍然是开放的 可能会暂停或降息 Nike Asia报道 由于全球政治不确定性 尤其是法国下议院选举的影响 日本基准日经平均指数 周一大跌超过2% 该指数一度跌至37,956.49点 较前一交易日的38,814.56点 下跌858.07点 或2.2% 创下自5月31日以来的最低盘中水平 半导体相关股票 拖累指数下跌 汽车制造商和零售商也出现下跌 法国总统马克龙 宣布下议院提前选举 因其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惨败于极右翼政党 预计后者将取得突破 Nomira证券首席股票策略师 Ikida Yunashog表示 法国政治局势高度不确定 投资者希望卖出 更易受市场波动影响的股票 上周五 日本央行宣布 将开始减少购买日本国债JGB 但具体细节不透明 使市场参与者变得更加谨慎 Bewa证券美日股票首席策略师 Super Hugo指出 外国投资者可能进行获利了结 卖出如半导体相关股票等盈利股票 Nike Asia报道 东京股市基准日经平均指数 周一大跌超2% 主要受全球政治不确定性影响 尤其是法国下议院选举 将于6月底开始 股市在早盘时段下跌 投资者纷纷减值风险资产 半导体相关股票 汽车制造商和零售商 均出现下跌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其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惨败后 宣布提前进行国民议会选举 及右翼政党 预计将取得突破 野村证券首席股票策略师 池田玉芝表示 法国政治局势高度不确定 投资者倾向于卖出 更易受市场波动影响的股票 此外 日本央行上周五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 将开始减少购买日本政府债券 JGB单位明确具体细节 这也使市场参与者更加谨慎 Nike Asia报道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菲律宾连锁酒店 Hotel 101计划 在日本北部滑雪圣地二事故 推出其首个海外设施之一 采用快餐式标准化模式 Hotel 101目前仅在菲律宾运营 计划在短期内扩展到25个国家 目标是通过控制成本实现快速扩展 公司全球CEO Haina Yololachanai表示 他们在寻找优质酒店位置时非常幸运 并在北海道二事故 找到了一块非常优质的土地 酒店预计将于2026年开业 拥有482间标准化客房 每晚平均费用预计为2万日元 Yololachanai表示 标准化使得培训更加容易 提高了清洁工的生产力 并使品牌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Hotel 101还计划在马德里和洛杉矶 推出酒店 长期目标是拥有一百万个房间 成为全球前五大酒店品牌之一 Financial Times报道 欧洲主动资产管理公司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持续的共同基金资金流出 使其压力倍增 自2022年初以来 投资者已从主动管理的股票基金中 撤出2580亿欧元 从多资产和另类基金中 撤出1400亿欧元 然而被动产品提供商受益于投资者需求 指数和交易所交易股票基金的流入 总计2560亿欧元 被动债券基金在同一时期 吸引了1740亿欧元的资金流入 主动管理的债券基金 在2023年和2024年初 吸引了净流入 显示出亮点 欧洲基金流入的一个特点 是对可持续产品的需求 尽管近年来主动管理的 可持续股票基金的流入减少 但仍保持正向净流入 资产管理公司 希望通过股市和债市的上涨 来增加欧洲基金资产 改善投资者对其产品的信心 Create Research的首席执行官 Edmond Rogan表示 主动管理公司 正在通过改进投资能力和费用结构 多元化进入信息 不对称的市场等方式 应对资金流出 彭博社 法国酸奶制造商达能 正在加大对癌症患者 和老年人的营养饮料投资 因其看好老龄化人口 将推动长期增长 达能的医疗营养部门 将成为其复苏努力的关键部分 首席执行官Antoine de Saint-Frique 正在重振向Volvic瓶装水 和Activia酸奶等产品的销售量 尽管乳制品和植物机业务 仍是达能最大的部门 但其专门的营养业务 更具盈利性 预计增长更快 该部门生产富含蛋白质 营养素和纤维的饮料 旨在胃癌症患者 和通过管道喂食的患者 提供营养支持 全球65岁级以上人口 预计到2050年 将翻倍至16亿 达能的医疗营养业务 每年产生约30亿欧元的销售额 占公司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尽管中国和欧洲的出生率下降 可能影响婴儿配方奶粉业务 但老龄化人口将推动 像Fortimo这样的产品增长 达能的主要竞争对手 包括瑞士的雀巢 和美国的雅培实验室 南华早报 中国经济在5月份表现参差不齐 房地产投资进一步萎缩 但消费支出略高于去年同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 中国领导人承诺 在疫情后复苏期间 实现2024年约5%的增长目标 面临新的挑战 总固定资产投资 包括房地产 制造业和交通建设 在前5个月增长了4% 低于1至4月份的4.2% 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0.1% 新房销售面积下降20.3% 销售总额同比下降27.9% 零售销售增长3.7% 高于4月份的2.3% 五一假期期间的旅游收入 达到1668.9亿元 同比增长12.7% 中国工业产出同比增长5.6% 失业率保持在5% 这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经济 在后疫情时期的复杂局面 日经亚洲 日本的绿色技术供应商 对国际标准计算 避免排放充满希望 这一概念指的是 产品或服务的使用 相比基准情景 所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供应商认为 需要这样一个工具 来帮助他们说服投资者 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 松下公司执行官Hiritashio Ehara表示 由于供应商在绿色方面 未得到应有的认可 需要激励措施 来推动电池制造商 实现净零碳排放 日本电器制造商协会 呼吁政府 私营部门和学术界 共同制定国际规则 以便金融部门基于这些贡献 进行投资决策 避免排放将单独计算 以防止 绿色洗白 国际电工委员会 正在讨论全球标准 日本是最强烈的倡导者之一 去年首相岸田文雄 在广岛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成功将这一概念 纳入领导人声明 标准将有利于日本制造商 尤其是那些 对电动汽车和节能技术 至关重要的供应商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war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choes of wars and nightmares World life And it's necessary to meet the Oh, the way of eating Ay, the way of eating Society in rhythms Ociety in rhythms No city The way of eat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